6月23日,2019年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在香港科技园举行 香港七所大学及大专院校的13支队伍在场比拼 最终由香港中文大学公务博客队获得冠军 香港大学格务队获得亚军 香港科技大学火智龙队获得季军 本次比赛以飞奔大漠中为主题 赛事规则来源于蒙古的传统传训方式 各队要设计一个手动和一个自动机器人 机器人要在三分钟内成功克服多个模拟蒙古沙漠的地理环境 完成连串任务 香港中文大学团队导师表示 公务博客队的机器人仅用了51秒就到达终点 团队三年前也拿过机器人大赛冠军 他希望团队继续努力加强合作 进一步改良机器人 在未来比赛中有更好的表现 为香港中大争光 这次我们的机器不是最快的时间 我们的关节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在走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是不会翻机 或者不会说有东西坏 或者有东西坏出来 我们平时都有去做一些测试 希望可以提高的稳定性 也都希望他们可以适应到一个临场的表现 他们今天的表现都非常之好 大赛主办方代表霍鲁明表示 2019年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 为香港年轻的信息科技及工程学学生提供机会 展示他们的创新机器人设计和知识 本次大赛已经加大难度 但学生们依然表现优异 冠亚季军三队将出席8月 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 2019年亚太广播联盟机器人大赛 冠军队还将代表中国香港队比赛 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参赛队伍一较高下 观看